无剩黑材料被曝光 与余元泰有关 中国男排无缘亚运金牌原因找到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次亚运会 伊朗来的全主力 世界排名能排上号的 实力很强的 中国队已经打得不错了 伊朗强实能和意大利法国掰手腕 伊朗每次都能拿奥运会入场圈 世界大赛经常小组出现 就这水平打成这样不错了 余元泰扣球是下死力 就知道下死力往下乐 应该学学江川 由于年龄增大 体能及力量下滑 所以更多的是乔打 于元泰毕竟个子是个硬伤 即使弹跳力惊人 但面对高大篮网 也是有心无力 所以增加一些手腕动作 乔打 落球点增加变化 才能得更多的分 伊朗是亚洲唯一的一支 拥有媲美欧洲体制的球队 三比一心服口服 支持而后勇 中国男排接下来 要打奥运资格赛了 日本现在是亚洲的霸主 虽然个子不高 身体素质却很好 有速度有技术 作风还很顽强 但是中国男排不拒日本 比较怕伊朗 打日本一队昨天那状态 绝对有机会 但是打伊朗是咋都打不赢 虽然日本比伊朗厉害 今年男排亚锦赛 日本三比零 轻取伊朗 但是求风来说 中国男排不拒日本一队 反而惧怕伊朗 这次决赛 双方全是正常发挥了 可惜 但也可以接受 中国男排能拿个银排已经不错了 要是亚洲强队都到场 估计是前四都进不了 如果亚洲强队全部主力出战 中国进不了四强 这就是男排的实际水平 教练看不出于元泰扣球死乐 落球点比较单一吗 中国男排近年来有进步 但多数场次与强队交锋 都是打出闪亮一局 随后一败不可收拾 缺乏韧性 今晚战伊朗第四局 几次关键得分机会 都丧失在自己手里 实在不该 愿中国男排尽快迈过这道坎 不进则退 如果日本一队参赛 男排最多也就是铜牌 这是大家都能预料到的 因为男排的水平也就那么一点 中国男排这次能打进决赛 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更何况 决赛对手是伊朗队 伊朗本身就是世界强队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